大家好我是王炳森 为了讲个风格是只讲干活不说废话 之前我们讲过了关心有理会的一些类型 接着我们讲几千岁里面的一些案例 这个我们会发现是乙色心色梗沉甲深 他的原来的注解是有错误的 就是几千岁里面的注解 它并不是完全是正确的 有的是也是有错误的 这个也有专门人来问过我 但是所谓的错误 不是说几千岁它的原文有错误 而是后人在注解的时候会扶上一些案例 这些案例他有可能在注解的时候 或是排大运的时候有可能会排错 这个也在所难免 他的原著是这样说的 说耿津生在四月这个是生在立夏后的第五天 立夏后的第五天是刚刚立夏 这时候还属于集土福权 这个注解是有误的 如果我们看他如果是生于1728年的话 他实际上是生于立夏后的第18日 其实就是炳火当权了 如果其他的时代去看的话 我也验证过一般的都是属于后半月 而不是前半月 所以说它一定是炳火当权 那么炳火当权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是地质有两个四火 火是特别的旺 这里面也有加萤木 那么火是特别旺的 但是金它也不弱 首先来说耿金是坐在尘土上 这是一个尸土 另一次它是硅禄 就是硅禄个 这是一个生金 另外又有一个心金来生它 另外四火里面其实也是有耿金的 这个咱们要注意 另外深尘也会拱出一个子水来 这个子水也能够保护这些金 来跟那个火相抗衡 所以说这个秘诀它本质上来说 它是一个身妄杀妄的一个格局 身杀两庭 原著说的叫身枪杀浅是错误的 它为什么说的身枪杀浅呢 它就认为是这个四火 是立夏后的第五天是集土次权 如果是集土次权的话土就比较旺 所以说土就去生金 那火反而特别弱 火的话本身就是一个火了嘛 所以说它认为是身枪杀浅 实际上是错误的 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命局 因为它是天干土两个财心 一个甲木一个乙木 甲木是结缴的被身兼克 乙木是被卸的 而且还有结财来夺财 有一句段语是这么说的叫 财心两透无根缝结容易破财 这个命局它就这样的 特别是粘住的乙木这个财心 它是要财去生杀 杀了后来克我是吧 代表为财所累 另外呢这个财心又被劫财给夺了 这个财心呢 它也不能够去乙根河也做不到 所以说呢它家境出身 它是比较的贫寒的 好了这节课 关于这个案例的第一部分的分析 我们就先讲到这里 下节课呢 我们继续讲这个案例的一些后面的流年大运的一些状况 谢谢大家